做印刷 開頭也挺辛苦的 我們十幾歲就學師 跟著自己人 或者跟著大佬 但是我們年紀輕 生得小顆 人們未必看得起 事工的時候 有一定的困難 以前開門生意仔 不用太多錢 三幾千元就可以了 做了兩三年 自己買些小小的印刷機 自己做 不知不覺來說 搬到這裡 都38年了 當時機械始終是半自動 始終都是二手機 所以如果新機 我們都沒有本事買 有些大廠倒閉 不要 我們就買了 買了就一直做 做到現在 都叫做 找到兩餐 找到吃 現在你知道 那些中行貴 有時候未必說 頂得到的 要做菲林 用回板印 要可食印 很多方面來說 就要看那張東西 怎麼吃東西 然後才能夠決定 怎麼做 但是我們本身 不是讀書出身 不是說在印刷學校 你說說到 說到那個過程 我們真的說不出 你說給我們 怎麼做 怎麼做 我們可以用手 用腦 最省的時間 和最省的金錢 這樣就變得有錢賺 我們靠經驗 因為你不一樣 普通印刷機 這隻機 完全是有些東西不配合的 天氣很重要 影響那些紙 紙軟或者硬 乾燥又硬 年紀自己大了 我們不想小孩子做 因為自己做了辛苦 知道這行辛苦 機械太發達 色微 我們還是傳統印刷 也有些人 也都很喜歡這些 傳統的東西 所以來說 都還可以維持 做一下做一下 結果做了幾十歲 都算是 捱到出頭 變成沒事 做人更勤力 OK的 我是黃樹 我做印刷 做了四十幾五十年 都算是一個出色的技工 不夠膽說我師父 哈哈哈哈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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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